我那个带弟子 后来又跟我练过 他有没有看过那个七成啊 有一套电影《周星驰》啊 他做那个八年那个 对对 那个时候他怕七成 寄钱啊 就特别来找我 啊 师父师父 你多教我 多教我 就是这样子 那他其实会耍几招吗 就是访网 他会耍几招 对 他会耍几招 那你教了这么多的女明星 你觉得哪一个女明星的 打的功夫最好 哎呀 这个很难说了 这好像 这好像理所了 哪个字有天分呢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有天分 因为他们没有天分 他们就不能做那么成人的演员了 对不对 那那个杨子琼 他有没有就是 也学过你们的泳村呢 杨子琼没有来过 杨子琼我真的不太了解 他好像也有拍过一套电影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我叫他的缺号 那个导演是演和平 演和平跟我很熟的 常常来往武馆 就是他排那个泳村 他也不告诉我 那个我讲一个气话 那个混蛋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去看医生 我对面这些医生 我武馆对面这些医生 他看来师父来师父来 他说喂喂 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些 那个老外那个那个 那个冠军级那个徒弟给我 我说好啊好啊 后来呢 他又没有 他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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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然后呢 不得久了 他那套泳村就出来了 我还骂了 我说你这个混蛋 你把泳村怎么不告诉我 就是杨子琼就拍了那个泳村 你觉得他耍得怎么样 好吗 结果有个屁股 其实我觉得永和平 是一个很天才的导演 他排很多很多那个 很多很多那个舞打电影 他都排得很不错 否则他也不能进柯里屋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知道很多的 那个舞打片的都有请你做那个 那个指导的 那那个未来的那个泳村 就是那个夜班的那 还有第二集第三集 还有继续有拍 那你会不会考虑做他们的 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料呢 也是他们有兴趣找我的 我当然有兴趣提供他们那个资料 对不对 这我觉得呢 其实为泳村来做事 这也是我一辈那个那个终止 你看我那个文学 我读得很高很高的程度了 那个文学 可是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当一个什么文学教授 我这个教授也是教武学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性格 我不喜欢坐在那个办公台 办公台台旁边 一天到晚埋头来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呢 中国人应该发扬中国的国粹 这个也是我到现在为止 这个宗旨 那其实你都推广的 泳村都推广了六十多个国家 而且有这么多的你的徒弟 变得全世界 徒子徒孙 其实你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很忙碌的 而且内地的那个徒弟很多啊 内地 是不是内地的人比香港人多呢 现在才刚开始 因为呢 我一天到晚 以前呢 一天到晚往外国跑 我 那个时候我在香港的时间 每一年才差不多 三十个月在香港 可是现在呢 我六十岁以后了 我退休 可是后来我发觉 我退休不来了 因为还是很多很多 那个老外那个徒弟 一天到晚都来香港找我 我说现在我办退休好了 结果我一 现在我这两三年呢 我每一年 我去环游世界 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去几个最大的国家 就好像我德国最多总部了 最多支部了 对 宋亚历最多支部了 还有那个美国最多支部了 就是去几个国家 有时候我去 有时候见证我去澳洲了 就是几个国家而已 可是现在我觉得 要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不学中文武俗呢 对 所以我觉得 我最后最后还是 鸟占之环啊 还是我觉得 中文应该大力发扬 中国功夫 对 那其实今天我们 各位观众呢 都是非常幸运 因为呢 很难得请到了 梁婷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正像观众所说 荆棘的节目 简直大开眼界 多谢各位的师父 那我也在此呢 谢谢 梁婷博士 谢谢教教师 还有就是 奔载 奔载 还有阿明 谢谢你们来到 我们有限的节目 那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那你们想收看 我们24小时的 节目重温的话呢 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 就是三个W.hrctv.net 那么呢 各地的观众呢 就可以上到PPLive 那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我们跟各位观众们说 再见 再见 拜拜 观众无对本节目内容 有任何意见 欢迎登入本讨论区 继续参与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